一夜想起 那梦的花 沉沉的泪梦 泪梦的泪梦 名歌手曾淑琴 现身在创世基金会新竹飞院 以现场演唱的方式 让在场的职务人和家属一起聆听 犹如亲身来到演唱会现场 创世基金会新竹飞院 今年计划扩院到77床 目前上缺两成五 约两千万元的经费 创世新竹飞院 将在10月28号举办名歌演唱会 名歌手曾淑琴 也亲自来到记者会现场 以抛砖淫欲的心情 号召大家一起支持 创世新竹飞院计划 参与所谓的公益演出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一旦 答应要去参加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会比任何的演出 我觉得我自己会愿意 付出更多的心理 我觉得本来做公益的事情 就不是那么样的容易 不管是一种抛砖淫欲的心情 或者是让大家去关注 社会上一些弱小的族群 或者是一些弱势的团体 他们需要的一些声音 或者是关注 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公众的人物 其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责任 这项活动主办单位冠雅集团 率先抛砖淫欲捐出十万元 号召社会大众一起响应 听到这个名歌演唱会 可以帮助一些植物人 做一些扩院的募款活动 那我们新秀娱乐公司 也就一不容辞的 跟创世基金会联络 帮他们出一些硬体设备 解决一些赞助的问题 帮助这一次活动能够顺利的圆满成功 创世基金会在安养植物人方面 持续耕耘 只要爱心五百元或是七百元 就能够获得名歌演唱会入场卷一张 目前53床 那即将满床 那我们在扩院24床 达到77床 那因为目前还有蛮多的个案即将入住 所以我们才需要扩院 那还有缺两成五的金会 那所以希望再募集更多的金会 来做这个扩院的部分 这次的活动呢 将在10月28号 在新竹县政府大礼堂 在晚上7点半到9点 有民歌手 曾淑琴 殷正阳 南方二重唱 及周志平先生 为新竹创世基金会 首举办的民歌演唱会 那希望各位朋友来热烈的参与 这次是为新竹扩院而举办 创世新竹分院感谢社会大众的力量 但今年度离疫情目标上有一段差距 希望大众能够持续发挥爱心 听民歌支持公益 爱心任票专线请洽 03-523-1137 开播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